从三四线楼市开始,房价或将迎来一波急跌走势,目前已经高度承压的三四线城市房价,在房产税的刺激下,泡沫破灭在正常不过了。 至于一二线城市房价,很多人纠结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是不是会一直涨下去。 三四线城市为了赶上城镇化的时髦,争抢卖的发财,鼓励开发商买地搞开发,而银行为了赚钱也是不仅仅向购房者贷款,也向开放商大量房贷。 而开发商用最小的资金撬动各种资源和资金,把钢材和水泥堆积在一块块耕地上,等这些堆积过剩时,财富就变成了无用的钢材水泥堆了,人口总量增速的衰减和出生率的下降,对应的是高速数量型的城镇化率达到紧接值。 实际上,高速城镇化已经过度透支了中国房地产业预期,因过度城镇化的透支,城镇化面临方向性的选择。 基于高速城镇化的房价地价持续增长预期将难以为继,中国房地产业的产业景气或将迎来一波急跌走势。 明镇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